酒店看花蝶, 廖碧儀大馬放森 廖碧儀昨天出席活動一陣 就帶乾他自己在大馬拍戲的經歷 說今次在電影中逃走監獄 又要拍追車場面, 又要開機關窗 後來還搞到整隻腳雨晒, 認真辛苦 不過雖然辛苦, 但還有開心事 廖碧儀就說在當地遊玩蝴蝶場之後 場主作送了七隻蝴蝶箱給他 後來還看著他們花蝶 在我房間養了蝴蝶 有個蝴蝶 然後大概一個兩個星期後生出來 蝴蝶的生命只有五至十天 三天之後就放牠離開 但在那三天裡面真的很開心 而且過程是很驚喜的 有呀, 第一個叫做Perry 第二個叫做Sky 我放牠們之前那一晚, 大家來我房間 因為不信, 真的不信 來我房間來跟牠們拍合照 還有擺上手指, 牠們真的覺得很驚喜 差不多六點多, 之後我七點多放了第一個 第二隻就隔了兩天才生出來 那我就走山的時候, 我就爬一個幾高的山 就放第二隻在上面的山上 輪到三天 那我就見到你了 有什麼事 就帥到你了 那就是我來公開的 那就是我來公開的